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逢星期五的试追击 在过去两个星期 市场对息率的预期 好像坐过山车那样 反转再反算 那为什么息率见顶这么重要呢? 从去年10月11月跟大家讲到现在 大家看到年初时候这些资产价格升幅 就可以升到客人的 黄金升到差不多2000元 比特币升了1万元 还有TLT榜也不在话下 所说的其实我们亲眼见过 如果一刹那,息率炒建顶的时候 资产价格可以升得挺离谱的 但是这样,之后经济数据很转 月头还说息率可能升到6% 不过之后有了三间银行的破产事件 再多到税信财困 预期的息率就立即急跌了 现在录片的时候 其实你们昨天清晨的时候 联储局就做了议息会议 我手上立即新鲜意诺 有一些笔记给大家 施主机是没试过 即是在24小时做了内容分析 再我现在录了 再剪片给大家看 所以这些内容是非常突发 那今天会说些什么呢? 第一就是以息会议文字上PDF 讲了什么的提示给我们 第二就是联储局 每逢大概4-5个月 都有点阵图给我们看的 那些图又表示了什么 第三就是记者在提问的时候 其实也说到不少题目的 主要focus在银行看的问题 还有有个关键字 说真的你再问我 加息见顶就必然发生的 所以之前和等一等同一讲的 什么支撑价格会跑完大市 其实理论上会重复的 不过时间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这样了 这个议息会议之后 有少少不同了 鲍威尔和记者提文和会议记录 透露了少少加息见顶的时间表 那我们就做足准备了 因为今天我们抽了过往的4个加息周期里面 加息见顶的资产上升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最后我们再提醒 每一次加息见顶的前50天后50天 那就是每次加息见顶的前后50天 可能就是现在的 有什么资产是会比较受惠呢? 可能接下来一、两季赚了一年的回报了 记得了,喜欢今次的内容 还有appreciate我们开了OT、开了尾班车的分析 记得给个like 还有下面踊跃地留言 是支持我们继续做好的研究的 首先,极度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未看过上个星期 和大家分析三家银行爆布的看法 记得先看上个星期的试续 因为这条片,多谢大家的支持 已经上了热门了 里面会和大家分析件事 和我自己有一部分是独特的看法 那你再看回今天这条片 我保保两条片合成贵会发生的事情 应该大家很清晰知道了 新看我们频道的观众 如果想紧贴大市分析 记得按订阅我们频道 我是这个平台 分享我如何以理财、股票、房地产投资、税务安排 达资财务自由的 我由负债80万慢慢爬上来 到拥有超一亿资产 38岁做到财务自由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这个系统的关键就是 绝无其他 所以我认为 投资是不需要不断的牺牲时间 做到增值而不影响生活 才叫做投资 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些有趣的投资知识的话 记得追踪我们的IG 如果有短线的操作 记得去看我们的Telegram 去加入我们的频道 另外,我们大家庭是请人的 我们有个小导演岗位 很好玩的 有个剪片岗位 当然也很好玩的 有个Digital Marketing 厉害了 我们将我十几年 转社交媒的秘密 慢慢跟你说 还有个财务 club 帮我们做 不是 入数的 我们附庸家庭等着大家 还有疫情过后 我还在想着 全公司环球有个免费retreat 我给钱的 这个希望发生到了 好了 首先我们讲了议息结果 和我怎样分析 第一部分 重点就是 press release 那份PDF 里面说到 人工最近几个月再次回升 而上升速度是极快 at a robust pace 加上失业率仍然低位 而通胀仍然处于个位 另一个就是这份PDF 才有的 就是美国银行体系 他说到了 银行体系 依然是健康的 sound and resilience 最近的事件大机会令到 房屋和企业的信贷条件收紧 tightening 并且影响经济活动招聘和通胀 但是影响程度依然未知 uncertain 暂时联储局仍然高度留意通胀风险 最后一段都叫keep住 一旦风险突然出现改变 联储局官员是会改变 对于现在货币政策的立场 the committee would be prepared to adjust the s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就着这份PDF 我有一个立场 就是他说的东西是偏英偏利淡的 第一段就刚才说到银行体系风险 是之前这么多份都没有 现在是有的 它有一个比较短的 和两个形容词蝙蝠 去形容银行体系健全的 不过他用比较长的蝙蝠 去形容银行带来的负面问题 和信贷收紧 信贷收紧 等一会我会不断强调 这个鲍威尔会后的记者提问 对于加息见顶是很大的贴士 第二 他将所有这么多个月 偏英的字眼都完全没有删除 那就是其实他不愿意有任何一丝的可能 被市场认为他偏夹的 因为我们连同有记者都会去精挑细算 有什么字是变了的 等一会我再说这个字眼是什么字 所以我自己看法就是 联储局间接其实承认了最近事件 最终是会影响到经济的 而影响成点其实是未知的 不过一定有一点的负面影响 但是银行体系能够承担到 这个是最新联储局提到的隐忧 而因为这个隐忧 联储局没有上次那么强硬的了 甚至说到立场随时会变 一个下台阶 为之后随时停止加息去铺路了 我们看看联储局的经济数据 projection 这个projection 其实每四五个月才公布一次 我们看看今次和上次有什么分别 从而估计一下息率的走势是怎么样 PC通胀数据年尾将会去到3.3% 上次10月公布的预计就是中位数3.1% 那就是联储局是提高了通胀的预期的 核心PC通胀数据就今年年底有机会去到3.6% 而上次12月的预计是3.5% 联储局也是提高了预期的 SCP检阵图 我们看看联储局官员里面 大致上每一位成员匿名的 去看看他认为加息部分是怎么样 18位官员绝大部分全部都放假的 因为18位里面有10位 说今年息率是维持5厘至5.25厘而已 暂时已经代表下次只会加多一次息25点子 已经到顶了 只有一位官员说现在的息率不应改变 直至到年底的 而我们看了这个点阵图 依然和利率期货是有参差的 因为在说这个点阵图 依然觉得今年是不需要减息 可能去到下年才减1厘 后年才减2厘 问题就在于这两张图表 它有机会自刮嘴巴的 第一,先轻较GDP GDP他预计今年只是轻微增长0.4% 然后下年1.2% 记住这个数据 他等记者提问说到是未反映 或者未必反映现在银行体系的问题 或者会带来的问题 大家知道 以息的话是平衡于通胀和经济的 如果通胀其实没有它的预期那么强 而经济其实不要说倒退 只有0.4%就足以需要减息了 最大的债势是通胀升 然后经济跌更大一件事 这是我不想见到的 第二,最大的问题就是失业率 因为他认为美国就业数据非常之厉 全民就业定义就是5%或者以下的 失业率他预计今年是4.5% 下年高一点到4.5% 4.5%是否低于5%? 是否仍然是全民就业? 经济学教理是 但是上了我课堂也知道 重点是关于多低的失业都弹上来的 现在失业到3.7% 如果弹到4.5%、4.6%或者到5% 数字是漂亮 但是幅度升得太厉害 代表未来有200至500万人的美国人是失业的 然后反过来 那些失业不仅说通胀 通缩也将来的 所以经济是否真的爆威尔说得那么厉害? 其实每一个数据就会证明 而事实上 今天的美国不要说加到6利息 加到5利息 跟06、07年当时比较强的美国经济一样 都一点都负担不了 就算你加到5个声 我都认为是急急脚要减下来的 但只会和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时候 去到记者提问 其实有几个问题 其实全部印证的 刚才说的分析是最大机会发生的 有一条问题就问 现在的中营银行可能有这样的危机 鲍威尔先生你怎么看呢? 他说到危机是有的 但现在是不确认的 不过就业的情况还非常强劲 再提一次 鲍威尔有机会或者他自己暗示 其实这些就业市场是滞后的 而我上集也跟大家讲过 这些银行体系从来承受不了这么高利息损害的 一加息的时候 一定是中营和小营的公司不止银行的 去破产或者结业或者有财困的 这个只不过被人刺一刀之后 你会流血的后果 那把刀一直都是美国银行体系存在问题 譬如借钱不还,债减债 一个问题就是QE 其实衍生了整个K营经济 两年前跟大家施主机讲过这些题目 上集跟大家讲过 小火苗始终获释的 不过等到就业市场真的转差的时候 可能也太迟了 这个对于经济来讲 只会有较差的消息 就不会有较好消息了 经济一较差的时候 其实理论上要减息 至少加不到食先 第二,大家留意到那份PDF 有一个字眼是特别不同了的 很明显 就是Ongoing变成Firming Ongoing是代表持续的意思 Firming就代表是紧缩的意思 要自己提问这两个意思是为什么呢? 鲍威尔就回答说 不应该留意这两个字 应该留意味和深 未即是可能,深即是部分是会做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看法就是 Ongoing持续的意思就是 代表它会继续做一些原先正在做的东西 转了个字眼做Firming 就是代表它有机会 但不限于它做之前的东西 或者转一些其他紧缩的政策 包括缩表、限制信贷问题、市场流动性、买债卖债的行动 都可以做到同一个效果 我认为都是为了三个星球议息会议记录出现 或者下次五月议息会议 就算停止加息 它都会有一些东西去支持自己 譬如有其他紧缩措施 令到通脏下滑 大家不用担心 这样的意思 另一问题就是 除了《银行体》这个字眼问得最多 第二个就是《息率见顶》 它用的字眼就是《Terminal》 或者是《Peak》这个字眼的 记者提出这类字眼可能有十次那么多 这几个字提问到了 《息率》何时见顶的 之后它就提到了 联储局会不会真的有必需要的时候 去可能买一些债储 释放一些现金在银行体里面 霸威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显短一点 肯定一点的 就是不会 所以我认为 将来不要这么早查我去减息 接着有个地址提问到通胀问题 鲍威先生上次提到通胀的字眼九次 今次好像少了 鲍威先生又搞个笑 他说你们问得少 通胀字眼就说得少 这样全场就笑得笑 但是它提及到通胀数据其实不是那么差的 因为六个月来说通胀是受控的 实际上是3.1%和3.3%都是差一点 是它预期有回升 不是事实有回升 当然了 未来的月底有一个PC数据 未来的月中也有一个CPI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看 但它提及到了 这个暗示率应该受控度 因为佔这个PC最大的部分就是44% 房屋数据 未来的新成交签那些价格 都是低的了 增长是放缓了 但现在的Focus是non-housing 即是房屋除外的其他通胀的东西 那这些数据都是腾腾挂挂烂的 来讲到年底 即是不出大半年之后 有200至500万人失业 到时non-housing的通胀 什么都没有 通缩到来的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就算息率不是去减 见顶是必定在今年发生的 如果大家看到这些数据 在来的Q3、Q4会出现问题 根本Q2要见顶 Q3开始减息 这个呢 一直联储局是不承认的 而我一直都在说 最早可以Q3减息的 现在你一开一开最新的都期货了 下次5月加25点之机会有60% 但之后再加息是近乎0了 然后市场竟然觉得6月即刻就减息 去到年底 暂时你都期货显示 会减25至50点 如果5月再加25点之机 即是它可能会减75点之下来的 这件事特别是新投资朋友 要快点适应减息周期 整个市场是有不同 一样有千赚 不过组合是要调配下的 所以整体来讲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今年加息见顶就毫无疑问 除非戴个头盔 通胀数据恶来回来 如果经济是向好的时候 加息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我怕经济失业率未必好像鲍威尔 说得、想得那么好 所以我认为加息将会见顶 可能是在6月发生的 然后除此我依然觉得Q3 是最早需要减息的时间 为什么呢? 这个银行危机的小火苗获息的时候 市场就不是这么想 现在就觉得减息是马上需要的 如果银行体系或者银行危机得以解决的时候 小火苗获息 大家顾着炒S&P 到时市场又暢旺 又是炒少了减息 不过我认为今年减息机会还是有在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急 做的准备就是加息见顶前后50天 会发生什么事 减息的话 我在近一点再跟大家出一个集思追击 最重要是大家给个赞 所以我们看看另一个环节 息略见顶有什么事 同一时间 那么多年都是这样发生的 息略见顶确实日子就应该越来越近了 所以,息略见顶之前 金股会怎样部署呢? 接下来我们会用过往数据和基本角度 逐一跟大家分析的 首先我们看了过去三次的息略见顶前的50天 去到息略见顶后的50天 各种资产的表现 每当息略见顶前后 这些资产走的方向 每一次都是一样的 第一,黄金 黄金在过去三次息略见顶前后都是上升的 原因很简单 以往美国息略见顶去到减息的平台期 一般都是半年左右 大家抄低 而且上四个周期 有三次美国都是在息略见顶之后的 八个月内就开始减息了 跟我刚才说的一字 所以一旦息略开始见顶 投资者就知道要准备炒减息 而减息他们也知道美金吸引力将会下降 钱自然会避险 避险 当然慢慢流入黄金那里 所以令到金价的息略见顶前后 甚至可能去到减息前 都有不错的升势 大家应该看到这个剧本的序了 因为黄金在我叫大家去吸纳的时候 已经升到接近2,000元 暂时的目标还未到 你反而希望它跌下来 给你机会买 而汇市方面 跟大家说过就是绑 当时不单止对白的时候 我买了大量大量的绑 我还在对8.9的时候 买了两个英国物业 当然英国物业问题就是税问题 当然可以移动的 如果大家装了十年财务自由 或者齿轮理论的同学 你已经知道如何移动税务的安排 最重要是你能不能借到钱 如果能借到钱 收息收到10厘 正赚到6厘的话 其实你的现金流一定是正确的 问题是不大的 所以汇市方面 美金在过往三次的加息周期里面 息略见顶之后都有走入的迹象 所以之前年底年初的时候 叫大家买一些外币 特别是绑的 正正是因为当美国炒停止加息的时候 美金吸引力将会变小 而你现在看回 美金其实一直是见了顶 想上的顶是非常难的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再买其他非美金的货币呢? 又或者哪些货币会跑赢多些呢? 这里就深一点点 不过就要看回不同国家的息率预期和美国的差别了 假设当美国停止加息 而一些还是处于加息周期尾升 或者继续加息的国家 它的货币自然相对美金是吸引一点、强势一点 不用去彭博了 帮大家做功课的 暂时市场预期有两个国家会迟过美国停止加息的 其实两个都听过的 分别是英国和日本的 市场暂时预计 英国央行在9月或者11月议息会议才停止加息的 而市场更加预计日本央行今年将会不停止加息的 当然记得它有没有能力加息 都会影响到货币是否真的走强 最重要是它加息来经济会问题 但如果跟着预期发展的话 我相信英镑和日元 未来会比其他货币更加强势 大家又未必动一下就要买英国楼 始终门栏都比较高 但是买英镑或者日元 其实门栏很低 做分散资产非常理所当然 特别你承手拿着美金、港币的话 其实明知美金和挂钩美金的港币的吸引力将会下跌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仓应该趁现在take profit 转其他不同的货币 是一个组合管理应有的态度 像上次那样 榜一个月都达十几百分 适合版每一天跟大家说TLT、榜和黄金 只是这一两个月都帮大家赚了一年的投资汇报 当然利率期货老婆和天气一样都持续会改变 所以最稳定当然 越来越接近老婆发愿脾气 美国息率见顶的时候 看看英国和日本当时央行取代有没有改变 先确认做部署或者慢慢加注 那就最稳定了 其实认真地学经济周期和受惠资产 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难的事 我自己给大家的意见就是如下 我们的投资组里面其实一定有个胆仓 而胆仓一定跟基本分析多一点 因为我们不是很讲求实质的时机 但是要赚就赚大球牛扒 当然最后也要看一些图表分析 看看出入市的 顺着周期的投资 成功捕捉到回报就很可观 以及心跳不会那么乱 好像打猎那样 风和日例去打2D 还是还风还远呢? 所以看股为什么不看完市呢? 如果大家想认真去升级自己投资方法的话 记住可以收看我10年财务自由 一小时免费工作坊 从股票选股看行业周期 买卖房地产策略如何计数 做到无限杠杆 税务安排 一次过整间人生智慧都逮捕下去了 当然未来我们面对经济周期都很不同 大家需要应用的 未来可能我们从加息周期到减息周期 减息又是减息的 所以上课的同学 自动会加入Live Time Coaching私人群组 我会定期有网聚和大家 去讲讲今天的投资环境 如果大家觉得逢星期五见我们不够后的话 每一天都可以看到研究部 按着不同的新闻和变化 去真的操盘操作策略的话 不单止我们还会有notification 提醒大家今天有没有工作 或者是没有工作 在楼下的description box 或者去到网站 可以报名我们升级版 每天我们收看研究部 会propose的action是什么 报12个月是有很大的折扣的 大概整个月内容 用一张飞飞价钱就加入到了 20张飞飞价钱 一个月 3点钟和9点升级版 人均选择 在下面连结 或者去到网站money-tap.com 报名就没问题了 如果12年里面 毕业过此轮理论的任何同学 都可以加入我mentorship program 这个系统 里面要和大家做这个训练班 包括补习班 和刚刚身家的功课班 还有另一个生活圈 就是我和不同投资的名人 可能有的讲座或者聚会 都会拿到位置给大家的 还有第三个就是银蛋团 怀疑了10年终于推出的 我自己的投资项目 包括在加拿大、英国、香港、马来西亚 会做的房地产项目 加建、改建、重建 或者收息项目 和我投资的startup 可能你会帮我回头的 这些我都会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想报名 下面连结 或者去到你平时上课的网站里面 就报到名了 只要你是12年里面毕业的持论理论所同学 当然提到股市方面 在2019年、06年和2000年加息见领前后 港股、美股全部都是上升的 而行刺更加每次100天内 至少是升10%或以上的 这个正正就是我上个星期提过的情况 小伙众应该会破息 但是经济增长到极端顶的时候 市场抗议情绪会会被一切坏消息 所以一旦联储局停止加息 甚至减息 你知道经济有些不可逆转问题 才会这样做的 但是股市在这个时间 反而是上升、慶祝的 就好像2018年、2019年 当时有YouTube频道、Facebook 和大家不断提计 小火苗台烟花这个字眼的 当时经济数据仍然增长 仍然很英俊 但是很多机构和经济学家 都认为美国经济下行风险 开始在增加的了 而当时上上上上任联储局主席 格林斯潘也说过 用断崖息去形容美股和美债 当时的国际货币组织IMF更加讲到 全球经济扩张的速度比预期慢很多 所以当时2019年1月底 联储局就宣布停止加息 市场就立即进入了狂欢的状态 完全无视了本身的经济隐忧 股市立即开行Turbo 声势势如破竹 直到经济的屁股 摊在你面前才停止 2006年那次也是 当时已经不炒产卖卖 真是去研究经济周期 所以不单止捉到这个升幅 还要赶得及下车 当时也有焰化 在那时候 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过去情况 特别是楼市 你看看经济数据失业率 没问题的 一定很英俊的 但是2006年1月 已经讲次案这个字眼 而2007年10月才真的爆布 很多大城市楼价 其实在2004、2005年急升 在2006年的时候 很多机构都说到 美国楼市泡沫已经形成 我记得当时 买楼可以放3%或者5%首期就可以了 如果楼市跌5% 全部是负资产的了 当时也有高通胀 当时政府如果为了压低通胀而继续加息 楼市泡沫就立即被它读爆 那时候的评级机构目的 更加指出 美国的楼市正处于爆破的临界点 所以美国联储局又如何? 宣布停止加息了 市场即时变得乐观 股市楼市又再度上升 S&P到2007年破了新高十几次 香港恒生市场一个半月由190点 升到32,000点 好像进入真正的衰退或者萧条 最后一个升市 要好办的这些机会 将财富试试增值 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短 好像游乐场那样 一关门 记得即时出回来了 但是我又觉得 买SPY就这样和S&P Power 又很亏的 所以选股方面 我只要留意一些比较 税率敏感的板块 是一个优先考虑的板块 除了之前跟大家说的黄金 刚刚说的榜 TLT等等 其实我都要留意多些科网 和非必需消费品 而如果价格要再跌到的空间 也都非常有限 即是见底的机会变大了 好像加拿大那样 加拿大早一个月已经停止加息了 现在多众多这边楼市 其实又开始别祸了 不过只限于一些比较漂亮的楼盘 我都刚刚买了一个新的楼盘 是一些半仁主盘似的 其实我在Mentorship Program 都和大家分享过的 我又再去调查 他就和我说这些现象了 通常你去开本票是真的成交的 Bitwall的时候你开本票 是一张张展示给卖家看我有诚意的原因 这是Bitwall的特征 其中有一家比较漂亮的屋 由150万到210万了 同样事件 可能也是比较强势的板块 和股票会发生的 当息率真的确认会见顶的时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些板块 有没有投资机会的 如果大家担心自己选股能力有限 那大家可以留意ETF的 我自己在去年年底 就着息率将会见顶 提早在升级版的XL开多一格 只是说两个东西 一,方网 二,非必需收拾货品 又要提提大家 正如刚刚所说 息率见顶后的升市 其实是市场无视了一切实际环境 负面消息 而反而股市是上升的 如果经济状况真的很好 联储屋其实不需要停止加息 所以联储屋真的停止加息的时候 大家是可以捕捉一下一个小烟花 你都要留意一下升市之后的跌市 可能接下来是更加厉害的 很大机会现在已经引爆了某些问题 但是和上集讲一样 这些大的问题 市场就是在看表面的小火种 这些小火种是有条件获释的 因为始终联储屋是有很多空间 很多时间去减息 但我同意每天国市讲的一个点 就是每次联储屋加息之后 都必定带来美国衰退 所以我认为要参与这次我认用 为股市烟花的话 一定要严手指舌 以及提早做功课选股 不发生的话 当浪费了做功课时间而已 但是发生了的时候 我今集有提过大家 正如年初一样 但是买了股票之后 因为它未来的跌市是非同凡响 一定要推高指责 锁定盈利 希望十年财务资里面 你可以拿回笔记 去看回所有不单止知识 最主要策略 总括来说 距离涉略见顶的日子越来越近 股市烟花这场胜意 可能就快开始 所以是时候要做定功课的了 研究定上面提到资产 做定规划 但是也要设定离场 希望到时我们仍在私足夷有见面 我知道多少都会和大家继续说多少 如果有些事情是一至四发生的话 一定是升级版参加了 因为不是每一个行动 都是星期五发生的 是升级版 都可以和大家讲一下 每日分析和实质的操作是怎样的 而一路始终离涉略不追悟的同学 记住可以参加这个Mentorship Program 详细可以在下面连结 或者在Login看片里 可以看一下Description 才是报名的 今集先讲到这里 喜欢今集内容的 记得给个like 和留言和我们吹吹水 那是一谷一个演算法 可以吗? 还有可以分享这条影片 给你身边、亲戚、朋友 让他淡定一些 和在体准时期 开始一起做好功课 我没可以入市 做好功课一定无就算的 投资不是大专利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筹备了一年 和却步了十一年的Mentorship Program 正式少月一日将会登陆 因为投资是一生功课 今次我会总动员 用我研究部的每一分能力 和我这么多年存到的网络 存到的知识 和篩算了的项目 都会和大家分享 不单是投资知识方面 还有如何将投资用入生活 和真正我投资间的项目 和大家分享 实际做到银板实战 都会和大家手拖手 和大家Investment Buddy 如果大家过去十二年里面 在一个核心课程 或者黄牌课程 毕业的毕业室 都有资格去参加 还有 当你今年参加了之后 第二年之后的无缝逐步 都会永久半价 享用我刚才所说的 Mentorship Program 所有的内容 终极实战 投资融入生活 Mentorship Program 在等着你们 记住下面一件报名 或者直接去平时Lock in 看课程 有个Mentorship Program 可以在那里报名 终极实战 终极将投资融入生活 Mentorship Program 在等着你 终极的 投资不是大个专利 各位十年财务之后的同学 大家好 3月份的Lifetime Coaching 免费工作坊 就会和大家说 2023年的实战策略 延伸刚刚2月和大家说 工作坊 里面和大家实战提到 今时今日 加息见顶 减息周期的开始 你的保守的投资汇报 如何得到10% 而下个月和大家说 实战策略 提及过加建改建房屋 不是大家想象那么难的事 我两个Project 的ROI 都达到80%至90% 是一年了 还有当然 不少股票和股市的发展 这些内容 只要你同学不需要 就有得上 如果大家都想成为 十年财务自由的同学 首先大家必须完成 我为大家准备了的线上课程 到了之后 就会自动加入师傅的 Lifetime Coaching 私人群组 继续给Full Support 大家 课程之后 这个配套 就暂时 建议大家去把握机会 完成课程 成为我们十年 秦务自由的同学 想和我一起 部署加实战 快点看这个 免费一小时简介的工作方 先讲一下 我要做附翁又再请人了 不要错过机会 今次我们会请会计问员 Senior Social Media Executive to my program assistant 如果你对投资炒卖 又有兴趣 又有兴趣做媒体 又有独立思维 是你啦 快点来见工 那我们现在在里面 鸟签 好 支持你 打开 鬗